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到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陶硕 即将进行的是复赛第一场的比赛 请允许我介绍正反双方及各方的立场 正方是澳门大学 他们的立场是应该为探中和设立实现 反方是复旦大学 他们的立场是不应该为探中和设立实现 下面有请正方做自我介绍 正方一辩伟单月请问我的声音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到 正方二辩陈兴月 正方三辩澳门大学王浩然 正方四辩澳门大学熊明杰 我仅代表澳门大学普通话辩论队向大家问好 感谢 现在有请反方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辩音乐 反方二辩王世聪 反方三辩郭承兴 反方四辩方正宇协 反方复旦大学代表队问候电场各位早上好 感谢 在了解对阵双方后请允许我隆重介绍 本次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陈灵岳老师 欢迎您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各环节总时长胜于一分钟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各环节总时长用尽 会有多声铃响提示 当听到有多声铃响提示时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复赛第一场正式开始 首先进入初始说服阶段的 立论陈词环节 双方各有三分钟的时间 向评委和各位观众阐述几方观点 有请正方一辩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伴随着全球变暖形势的不断恶化 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到不可忽视的地步 部分地区出现了高达50摄氏度的极限高温 高温造成的蓝藻爆发 使得数百万鱼类死亡 尸体漂浮绵野40多公里 环境污染就如悬在人类头顶上的 达摩克里斯之间 我们不知道灭亡的风险 何时就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面对如此情形 人类应该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行动就是减少碳拍 要判断应不应该为碳中和设定实现 就要讨论在计划实行和后续影响中 设定实现能否带来正向反馈 据此我方将从以下两点进行论证 其一设定实现有利于政府与企业共同协作执行流程 有序达成碳中和目标 以中国为例2020年9月中国定下2030达成碳达峰 2060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短短三月过去 发改委就表示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以及其他实施方案已经编写完成 2021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0.3% 计划取得显著成效 双碳计划同时也带来能源转型的契机 北创网联企业董事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我国设立碳中和年限目标后 他们一致认为低碳运营是未来重要的竞争领域 从而在企业设立了能源综合管理项目 为客户和公司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实现是一个风向标 就像我们的五年计划一样 只有计划被透明公开的展现 我们才能跟随指引做出正确的选择 其二设定实现作为一种公开表态 体现国家担当推进全球气候行动 国际合作的基础是互相信任 而主动设限则是一种公开的表态行为 向所有愿意减少碳排保护环境的国际组织 发出一封决心承诺书 2020年特朗普带领美国脱离巴黎协定 意大利法国等各国总理 均发文谴责其逆世界低碳发展潮流而行 全球气候行动缺少领导和共识 澳门研究中心研究员观孔文的研究指出 先前的气候协定京都议定书 正是由于缺少清晰的实现 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互相无法信任 彼此都担心对方最终成为搭便车的一方 激激行动也由于无法互相信任成为一纸空谈 与此相反 中国坚定表态地球是全球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会贯彻做出的承诺实行双碳计划 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力量 对于中国这是一次体现大国担当和收获国际声誉的机会 对于国际这是一颗全球气候共同行动的定心碗 正如中国在入世前做出的大量承诺 这既是中国开放的契机 更是整体做大WTO全球自由贸易蛋糕的基石 这就是全球共赢的体现 综上我方坚持认为应该为碳中和设定实现 感谢 感谢正方一辩 下面有请反方一辩 谢谢主席 请问能听见我声音吗 可以听到 谢谢 谢谢主席 各位好 碳中和是一种全球性的状态 指人类排放的碳和吸收的碳相互抵消 即使2020年底 全球共有44个经济体正式宣布了碳中和的目标 多数计划在2050年实现 碳中和作为一种全球目标 其规定实现意味着各国均需要遵守 也就要求设置明确的实现范围 否则各个国家可以随意设置实现 相当于不设实质限制 我方以当今主流的实现 截止于2050年作为讨论的背景 判断是否应该为碳中和设定实现 应当看其在科学上与政治上是否合理 我方认为不应该为碳中和设定实现 理由有二 第一 科学上计划赶不上变化 尤其是对于碳中和这一颠覆性的长期性的变革 新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铭认为 碳中和是一种根本上颠覆性的变革 目前主流的碳中和路径 源头减量能量替代 碳补给等方式 这都颠覆了当下主流的工业生产和生活模式 这需要三个条件的支持 一远远不断持续不断的政策支持 二是发达的科技水平 三是稳定的外部环境 这三点对于当今的世界都做不到 政策支持上 2018年经济学经济学人的研究显示 三分之二的人类生活在西市选举民主下 但是正如长江商学院院长相斌所说 西市民主下民选领导人的每个任期 大多是四到五年 即施政的核心是改善任期内 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社会发展 而非处理气候变化这样的长线发展问题 特朗普上台后不断的退群及时势力 科技水平上 例如碳补给方面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的兜底技术 目前属于成本的高位 外部环境上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 事件处于动荡之中 以碳中和优等生德国为例 其约25%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随着德国因为俄乌战争 主动宣布停收俄罗斯的天然气 德国的电力供给也开始出现缺口 逼迫德国大幅延后了原有的碳中和计划 这也就是使得更合理的做法 是按照巴黎协议的做法 五年一亿小步快跑 而不是为碳中和这个整体目标设定实现 政治上碳中和是全球性的 而为全球性的目标设定实现 会逼迫发展中国家去减排 这蕴含着一种剥削关系 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 陷入利益斗争的困境 招迎研究指出发达国家得益于先发优势 经济发展和排放强度 低碳技术均居于领先地位 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低碳技术研发 和基建投资的能力上有限资金不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潘家华指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这些碳排放属于生存排放 生存排放的边际福利无穷大 相应的减少生存排放的边际福利 损失无穷大 印度智库主任也指出 倘若印度被迫关闭煤炭生产 这些成本不仅无法通过融资解决 也无法通过碳价值解决 综上感谢 感谢反方一变 接下来进入初始收复阶段的 质询一环节 有请反方四变对正方一变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一变进行试音 我的声音可以听见吗 请问 可以听到 有请反方四变进行试音 声音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感谢 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好的一变我确认一下 我们先确认几个共识 第一件事情 探中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目标 应该不止讨论中国 没错吧 巴黎协定是说全球应该在本世纪后夜达成 对 所以不止讨论中国 没问题 第二件事情 宁方今天提出应该设立期限 应该是一般性标准 没错吧 应该不是对有的国家应该设立 有的国家不应该吧 有 但是不同的国家可以设定不同的实现 就像我们看到中国设立在2060年 没错没错没错 没关系 期限 这是共识 期限可以有是这个具体国家而定 但是也不应该太长 要不然就没有意义 至少我们要明确一件事 应该设立期限 宁方要论证到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设立 才对 第二第三件事情 宁方打算论证气候问题 今天压倒人类社会其他的一切问题吗 比如说不平等的问题 我方没有 我方只是说环境问题现在程序解决 明白 那如果在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当中 带来了其他问题上的弊度 宁方要不要比较 宁方要论证 我方看到至少在 没关系 我方后续提出来宁方要比较 没错吧 好 我们可以跟你比经济问题 没关系 第三件 第四件事情 我方确认一下 如果今天宁方说设立期限这件事情 宁方的目标是要完成碳中和 如果我方在可行性上 攻击宁方 宁方如果没有完成可行论证 应该也不对 对吧 我方可以看到 目前已经设立碳中和 目标国家的可行性是OK的 没关系 所以我只是确认这个共识 就在可行这个层面上 如果我方对宁方的攻击 宁方要回应 然后进入宁方论点的部分 今天宁方第一个论点告诉我 一系列中国现在 有一系列的制度配合期限 最终达到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宁方有没有独立论证 这个期限的好处啊 我方跟你讲的就是 这个期限带来的 碳中和这一目标带来 计划实施 对于国内的影响 我确认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 作为一个 那个作为一个大学生 我要写一篇论文 我设了一个DDL 但是我过程当中 我什么制度都 我什么 我什么工作都不做 你觉得我能完成的好吗 好 DDL设立DDL就是你实施计划的第一步 所以计划包括前面那一部分 当然也包括DDL了 我确认一下 我确认一下 所以宁方的意思是 宁方打算论这DDL是催生其他制度的第一步 这是宁方论证义务 没错吧 如果我 DDL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看到中国也是在签订了DDL之后 才实施的双碳计划 没关系 我方只是跟宁方离定清楚 宁方第一个论点没有剥离开 这些制度的作用来谈期限的独立作用 所以宁方后续要去论证这个部分 如果宁方是打算论证DDL是催生这些制度的必然要求 那宁方也可以论 第三第二点进入宁方第二个论点的例子 宁方告诉我说 这个特朗普的例子 他脱离了协定 会造对美国的这个国际形象造成的影响 没错吧 DDL是计划的一部分 下面 抱歉回答我这个问题 对特朗普确实对他的美国形象造成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 他民主这种选举的制度 这个问题是不是机制上必然决定的 没懂 美国也有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的选人认为 他方的第二个论点 差是我方今天想向大家展示的这样一种 政治上短视的体现 谢谢 感谢双方辩论员 请质询环节双方注意比赛规则 下面有请正方四辩对反方一辩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四辩进行试音 你好 请问我的声音清晰吗 清晰 有请反方一辩进行试音 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好 先确认一下 您方在一开始提出说 全球2050年必须要达成的这个实现标准 但是我们发现巴黎协定只是规定大概本世纪后业要基本达成 所以不是一定所有国家都要把时间设在2050年没错吧 你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浮动 我方觉得没问题 好的 所以我们看到巴黎协定其实是它有一条是公平性 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能力自主行动 这样最后才达成了签订这个协议的诉求 所以并不是一定要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某一个发达国家定出的实现没问题吧 你要在合理的期限之内 对你不能持太久 否则这件事情就没意义了 你要定到200年之后 对所以发展中国家只要他们设定的期限科学合理 然后发达国家也不会强求 他们一定要按照发达国家的实现意愿来 再来看后面的例子 第一个您方说科学上计划感不上变化是吗 对 好那请问有什么计划是在一开始就能预料到后续所有发展的变化 没有任何变化 您说的太对了 碳中和这点游胜 因为它是一个颠覆性的长期性的改革 所以说这种颠覆性的 打断一下打断一下 我们发现在中国和德国一些尝试上已经造成初步的成功 比如说中国青海省已经有一年中的三分之一时间 可以全部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德国目前的努力也已经保证在2030年基本可以完成一个探打 基本完成他们的一个初步目标 所以您方说怎么论证颠覆性一定完不成 德国的例子我正想跟您讲 德国因为俄乌战争的原因 它主动宣布停收了俄罗斯天然气 你说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延后了 已经延后到2038年了 可以可以没有 你记述的问题这个比较复杂 我们后面在陈词的时候再说 那我放进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在1997年回归之前 邓小平也在英国谈判的时候 明确提出1997年一定要让香港回归 是为什么 这件事情和碳中和完全不一样 碳中和是一个范式变革 这是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生产和生活根本方式的变化 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工业革命以来 我们追求的是物质形态的生产和消费 主要是以GDP 碳中和中是不是有复杂的博弈 对没错 所以如果在复杂的博弈当中 如果时间线可以随意变动 就像这个能不能回归的底线 能随意触及 香港是不是肯大概率 就无法成功回归了 所以很多伟大目标的实现当中 领导的决心是不是功不可没 香港和碳中和完全不一样 碳中和是一个 我方论这个是 我方论这个是对社会决心和凝聚共识的 这方面的促进作用技术的问题 我们后面再谈 接下来再看你方第二个论点 您方说这会导致全球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没问题吧 对的 好 那请问您方还要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碳中和吗 我们觉得你想参与可以 但我们不会强制设定实现去催促你 逼迫你 我们之前已经认证实现不是催促逼迫 有自主性 谢谢 感谢双方辩论员 至此 比赛初始说服阶段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该阶段进行独立投票 勾选对本阶段双方表现的接受程度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投票仍在进行 请大家耐心等待 好的 该环节分表已收齐 让我们比赛继续 接下来进入公辩阶段 公辩阶段分为四个环节 博论环节 质询二环节 公辩小节环节 以及评委发言环节 在博论环节中 双方辩论员各有三分钟时间 对对方队伍的观点进行反驳 有请正方二辩 是麦请问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听到请开始 好 博论解决 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博论解决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计划赶不上变换的事情 对方没有提出政策 科技稳定环境这三个要素 然后说现在政策非常多 西方国家民主几年一变几年一变 以至于政策不稳定 怎么 你方的世界下 所以你按你方的世界论证下 终身帝王制的国家 是最好实践一切计划的国家 极端极前主义的世界 是最好的政策 因为它计划非常稳定 然后科技 科技一直在发展 如果它有新的变化 或者新的问题 那应该带来的是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新的科技上的支持和稳定 然后以及稳定环境 我方刚刚四至一的时候问过了 什么情况下 才会有一成不变的 这种变化的环境不存在 但是从古到今 这影响我们去制出一个一个的计划吗 所以说政策科技的这种调整和改变 然后以及环境的变化 只代表我们要在实行计划的过程中 不断的去对实施的情况去做一些调整 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订计划 一个大项目也可以有五年一亿 五年一亿的不同的章程 中国每一个五年计划 每一个五年计划 难道不是指向的是一个共同复义的 最终的这样大目标吗 难道一个大的目标 就不可以拆分成小的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来做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实现的问题 对方便有说 你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国际上 因为现在定出来的国家 是2050年左右为实现 所以你方所谓定实现也不能太离谱了 那请问对方便有什么叫做太离谱 今天比如说我是一个小学生 然后对方便有 然后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就是大学生高中生 然后我们同样最终都有着出国留学的目标 然后那同样最后出国留学都比如说要达到雅思8.0 你问我一个小学生 你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雅思8.0 那我是怎么说 我说嗯 我觉得我不太清楚 所以我觉得应该 我成长到高一 大概高二那样子的一个阶段 然后以及有了那些的学识水平之后 我可以定出来一个 我什么时候达到8.0的这样的目标 然后那 以及发展到那个时候你可以 然后你方是一个大学生高中生 当然可以说我现在三个月把雅思考下来 这没问题 那所以所谓不离谱的这个实现 就是根据各个国家 它的国力发展到 它不需要因为生存排放而去苦恼的时候 定出一个合理的实现 这就叫不离谱的实现 你方的那个世界下 你说现在你最落后的国家 也要2050年实现实现这个碳中和 那才是不合理的 那反过来 如果这个实现是这样子设定的 它实现设定全球有一个契约 只是说你把这个实现 你怎么设定出来的公开 然后大家一块去帮助你 监督你看看你的实现 是不是太紧或者太宽松 这样才叫一个正确的正常的实现 你方所说的剥削关系也就不存在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DDL带来的好处 我方后续跟你论证 谢谢主席 就拿对方举的英国香港回归 这个例子来讲 其实这个例子说明对方也认可 这件碳中和定期这件事情 是一个大家要遵守的 不可变动的期限 就像香港回归一样 大家虽然可以有不同的 完成的时间点 但是你最后达到的截止时间要统一 不然就变成我国说1997年回归 那英国说是2097年才能准备好 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 然后宁方讲说今天碳中和事实期限 可以让政府和企业共同协作 然后给的理由是我们建行一个长远的目标 也可以分阶段建行嘛 可是那些其他民主国家 他们对于这个长远的目标 本身就达不成共识 比如美国他各界政府 对于气候的问题就反复横跳 那中间的小目标也会来回摇摆 对于拜登政府 哪怕对于同一届的政府而言 一方面是联邦政府要求企业减排 而另一方面又是法院限制联邦政府的减排权利 所以宁方说的企业和政府协作的点体现在哪呢 而另一方面如果方讲的 德国执政党 今年又突然要求大规模的恢复煤炭发电 取消三五年碳中和的中期目标 宁方讲说达成这样的一个期限 可以给国际一个良好的预期 给大家一个信心 那这样来回摇摆反复变动 又怎么能让国际充满信心呢 这是第一点 宁方告诉我们说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 对啊 我们中国是要承担国际责任 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 不能给发达国家加拿太俄责任 我们自己做可以 因为我们是个负责任的大国 对吧 中国为什么能践行这样的一个超远目标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稳定 而持续不断的政策支持 这是其他的国家并没有 没有这样的优势 另一方面啊 今天 另外一方面 宁方也强调了说 过去京东协议失败 协议书失败的原因 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 发展中国家觉得发达国家在欺负我们 对啊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发展中国家 对于他们来说 化石能源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命脉 就比如印度来说 他们化石能源依赖程度达到了90% 对于工业发展尚处在婴儿水平的印度来说 这就是他们中工业化的 工业化的命脉 而如今碳排放指标 或者是碳中和这样的期限一设定下来 他们的就没有发展的空间了 他们就没有发展的动力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点根本接受不了 也不会跟这些发达国家建立起一个合作和共识 而另外一方面是 您方今天讲 这个计时有问题吗 还是我这边出问题了 主席您好 没有关系 看不到计时在动 没有关系 请您继续发言 我们可以 那你可以调到 调到 调到刚才我停下的部分 抱歉 稍等 嗯 另外一方面 您方 今天您方想要气候问题很 很重要 我们母方也同意这一点 可是气候问题很重要 不代表其他的问题就不重要 你不能用气候问题淋在其他所有问题之上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同样也面临 频繁发生的饥饿问题 贫穷问题 以及 极化冲突带来的战端和冲突 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不能忽视他们 谢谢 感谢反方二变 下面进入质询二环节 有请反方三变对正方二变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二变进行试音 试音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听到 有请反方三变进行试音 试音能听见吗 可以听到 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好 分六 确认一下宁方态度 在宁方的框架下 所有国家都要有这个实现 但具体的实现可以浮动 对不对 对 我方第三逻辑可以认 好 那比如说像这个新加坡 他们没有绿地 没有空间 铺开太阳能反 实现这个探中和代价特别特别大 你觉得他们实现设定在多少 宁方可以接受 我方觉得他们就可以评估一下 自己国家具体什么时候 可以解决这些绿地的问题 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些太阳能问题 没问题 然后把这个评估之后 来我们定具体的哪个合理 那如果一个国家认为 我现在只能减排 不能中和 然后我设定一个100年后的实现 在宁方框架下 这叫设定实现 对吗 他如果设定出来 告诉大家为什么100年是合理的 为什么具体要100年是合理的 打断一下 好 再往下 如果今天我一个国家 我觉得我现在发展经济特别重要 我连减排都不想减 我说我500年后在实现探中和 在宁方框架下 这也叫设定实现 是吧 我方说了会看你设定出这个实现 到底是你真的努力的达不到 还是你根本就不想为世界 对中共不信 所以我们发现的是 今天宁方这些100年500年的 这些遥远的实现 都属于今天宁方设定实现 这样一种要完成可行心论证的范围内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一个500年后的实现和我现在不设定实现 对我目前行动的影响是什么 区别是什么 我方说了 首先要看你500年是不是你能达到的最快的那个极限 所以都没有 宁方今天打断一下 宁方今天心里清楚 我设一个500年后的实现 跟我现在没有实现 在行动逻辑和政策导向上 根本没有区别呀 这算是宁方今天论证不合体的地方 宁方要让我解释吗 宁方不用解释 宁方待会自己小节里面去补 为什么这个500年也能被接受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件事情 至少不会变成1000年 宁方今天跟我举中国的例子 讲的是中国有DDL之后 它有政府和企业的合作 宁方讲的是 DDL是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它为什么天然催生了这些利好 宁方有论证吗 有论证 设定DDL至少不会让你本来 300年能完成的事情 变成500年1000年 然后设定 所以宁方今天没有看到 反应就是 所以今天宁方在中国第一个论点 利好上面的论证 并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县城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利好 跟宁方这样一个DDL的 直接基理性关联 我们再往下来看第二件事情 所以正如宁方刚才所讲的 宁方这样一个框架 根本没有对这些东西的约束力 我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 大家只要拥有这样一个伟大目标 美好愿望就行了 是宁方的态度吗 不是 你设出来这个实现和不合理 是有国际统一的评定的 并且你公开的表情 到什么程度不合理呢 这个有就是联合国的国际的组织 那您能告诉一下大家多少年不合理吗 每一个国家国情不同 比如说中国来看 所以宁方又不能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不合理 这个约束 这个约束 李宁方的解决力 李宁方的可行性何在呢 每个国家最后都可以开一个这样的会议 要求国际对它进行评定 谢谢 可以得出 请请对发言 感谢双方辩论员 请质询环节双方注意比赛规则 下面有请正方三变对反方二变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三变进行试音 各位可以听到吗 我看反而同学有点卡 我不知道谁会听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有请反方二变 可以听到 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喂你好 你在第一个论点 其实无非讲 那个比如说西市民主 因为经常有这个反复横跳 所以你就觉得不行 不该设对吧 不是 而是你实现一个常委的目标 践行一个常委的目标 需要有三个必要的事件 一个是我 我往下问 我往下问 打断一下对方同学 全球禁毒协议的时候 也有这个个别国家 其实是不是特别积极参与的 请问这会让全球禁毒协议 就成为一个笑话吗 全球禁毒协议 跟我们今天探讨的气候问题 我的意思是 有个别国家是反复横跳的 证明全体不该有目标 首先就不是个别国家的问题 现状下是西方 比如说这次能源危机 欧洲的主要 所有欧洲的主要 你问我就说了一个泽国 你还不说个例 意大利 比如 对 所以第二个部分已经跳了 你不先不说是横跳的问题 你只是说大部分国家 有就是恢复一些煤电的问题 我请问 市场经济 其实开始十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计划经济的残留 或者说比如说外贸局这些事情 能不能证明整个市场经济的计划是有问题的 市场经济这件事情外贸局的残留 对 所以你看有个别短时间内有个别的残留 只要十年后我们能改不就完了吗 如果你说只是短时间有复辟 这个部分对整体规划有什么影响 您问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长时间能改呢 就比如美国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我小杰解决 只要 谢谢 谢谢 所以我小杰只要证明解决力的部分 你当的论点我就打完了 好 你最后一部分质疑是说 我方其实DDR没有好处 请问 比如说我今年有一个规划 说我要绳 我三年之内要打多少场辩论比赛 这样比较有利于 比如说我参与规划 我参与哪个比赛 哪个比赛 还是说三年内 我就想打比赛 哪个比较清楚 您方是想说 DDR可以给我一个动力吗 不是不是 是不是动力 而是比如说我说三年内 我比如说我要赢无偿比赛 我就能确定 比如说我参加华夏杯 参加我们大文之星 我就能给自己有一个规划 但是比如说三年内打比赛 经常没规划 经常说着说着就忘了 是不是存在生活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你个人的情况 怎么能跟国家之间的这种复杂情况类 没关系 我小杰解释他的有一定的共通性就好了 好 好最后一件 最后最后第二个部分 在国际上 我最后听你的 你的态度到底是觉得 发展中国家就不要参与探中和比较好 还是觉得探中和不该实现 你这个两个有关系 应该像巴黎协议的那种基调 大家自主贡献 而不是设置一个普遍 大家都要遵循的期限 去进行 比如说巴黎协议的条件 这个部分的期限 你可以自己定 请问比如说我证明 我在经济上 比如短期有困难 可是我可以往后延一些我的期限 比如说一百年这种 你也可以觉得可以接受没问题吧 不行 可以定 可以自己定期限 那也意味着这个期限是所有 对对对 这个期限当然不会太离土 但是这个部分 如果有自主定的空间 你就不能说这是一种绑架 因为没有强盗 是说交多少钱你自己定的 是没有这回事情的 好 我去那里 感谢双方辩论员 请质询环节双方注意比赛规则 接下来进入公辩阶段的公辩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变 时间为三分钟 好我先试一下音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嗯好开始吧 所以刚才在质询当中 对方态度其实展现的非常明显 他方今天底层逻辑其实就是说 嗯我们今天只要有一个美好愿景就够了 至于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 可是这样的论证有任何意义吗 你好打断一下 有请计时人员调节计时器 好请重新开始发言 好那我再讲一遍 今天对方便有的底层逻辑 在我方看来非常好 他方觉得我们只要有一个美好愿景就够了 你只要把它当做你最后想实现的 那个梦想和愿望 至于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 我不知道什么期限是合理的 我也不知道 什么期限是不合理的 我更加不知道 可是这样的论证有任何意义吗 我们怀抱一个最后能够实现 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目标 大家都知道 可今天不就是在讨论 当碳中和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状态 它要落入到具体政策规划和实施的时候 实现是不是一种合理的政策设计和操作手段吗 一方单纯跟我讲说 大家都要有美好愿望 这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有任何关联吗 我们再往下来看今天对方的论证 其实今天对方还有第二个误区 就是对方先把巴黎协定的运作方式 和他帮今天实现的方式做了混淆 巴黎协定主张的是大家自己做出贡献 我们扫步快走 但碳中和当你设定一个实现的时候 你需要在这个最晚实现的时候 所有国家都得做到吧 因为碳石会流动飘来飘去的呀 你一个国家没有做到 我们全球就是没有实现碳中和 都没有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框架 如果不设定全球统一的截止时间 而各自自己定的话 其实根本不具备推广效率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对方可行性面临的困境 其实今天对对方来讲 我方也理解设计实现这事情本身是个了难 如果按照宁方所讲 这个实现拉的特别特别长 那宁方这个实现的可行性 肯定有大打折扣 如果拉的特别短 会发生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今天哪怕是在我们中国 这样一个相对来讲 已经发展比较好的国家 我们的中国气候代表团谈判成员 邹记也告诉我们 在63项减排的关键技术当中 中国有47项还需要国外的技术支持 在我们尚且作为一个发展人员国家 巨大的经济体都缺乏 这样一种技术的情况下 邹方告诉我 比我们更差的印度 非洲 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 他们怎么去实现技术支持 当他们去向发达国家 必须要购买技术 以完成那个比较紧迫的 对他们来讲 有倒逼作用的目标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时候 就成为了发达国家 对发展人员国家的轻压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解决完这样一个弊害 我们再来看 邹方这个定义 最 邹方这样一个设计 出现问题的地方 今天我们讲碳中和 它并不是一个 大家植树造领的事情 它本质上是一个 发展权重新分配的过程 比如对于印度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它不单是要植树造领 它在炼钢和发电 这两个方面都要大幅减少 而这恰恰是工业发展的基础 和他们的经济命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邹方讲碳中和 它必须要满足 我们第一 有稳定的政治支持 第二 我们要有稳定的技术支持 那第三 你要有排除外部环境的影响 在稳定的政府支持 这个部分上 我们就已经很难做到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邹方坚持要求去实施碳中和 他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那最后我帮回应一下 对方框架里面的几个利好 第一件事情是 企业和政府协作 它和碳中和有实现 这样一个本身的关联 没有论证 第二是 邹方告诉我说 国际上这样一个表态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个 道德义务施加给所有的国家 是值得再继续讨论的 感谢反方三变 下面有请正方三变 时间为三分钟 谢谢主席 各位好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一定要摘一个帽子 我方的态度从来是 比如说有一个大方向的实现 比如说100年以内 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接受 只是你 我说的意思是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实现 比如说你经济落后 你就可以定的稍微晚一点 具体经济有多落后 对多晚 这件事情 我方当然说不出来 因为我方不是相关方面的专家 但这个部分 你不能说 因为经济上有人暂时做不到 就证明后面 这整个目标是不合理的 我方反对从来都是这一点 一定要一定要跟各位评委 解释清楚这件事情 第二个部分 对方同学 其实在这个部分 进一步的论证 其实他方说是三个 第一个是西式民主 这个部分 那其实哪怕是西式民主 真的有问题 比如说偶尔有人退出 整个体系的公信力 不一定是会被伤害的 进一步 那在西式民主里面 比如说两方 两派里面有斗争 比如说两派纠结 哪个环保政策 那这件事情 对环保有什么伤害呢 那你能证明 有一派就一定做不到 或者说 比如说特朗普 这种极端的不做的人 那他下一届 不就被投下去了吗 所以这个部分有什么问题 你方没证 第二个部分 你方说 有时候德国 比如说遭遇一些突发问题 就会延后 对呀 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 比如说经济 暂时处理的问题 我们经常有 就是有一些什么外贸局 市场经济 也有一些计划经济是残留 比如双轨制 这个东西也有残留 但你不能说因为有残留 所以后面几十年 你一定做不到 这个部分两个部分 那就那就不尽然 最后一个部分 你方说科技有一个不可预测性 那我方直接对冲 期划大学 气候变化与科智序发展中心 牵头的转型路径研究 就测算过明确的数字 138万亿元 在GDP的大概每年投入2.5%左右 就可以完成中国2020到205年 中国所需整个新增投资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 换言之科技的变化 它基本上是有一个投资的测算的 而本身你方最后一层质疑是告诉我 那有些发展中国家没有钱怎么办 可是我方至少在中国的案例里看到 这个相关的 比如说环保上的投资 带动的全球的整体融资 就是超过410万亿元 换言之在全球的整个金融市场上 只要你在建的部分 它一定会带来相关的金融 带来相关的市场 带来相关的盈利项目 这件事情是一个可持续循环的状态 如果那些国家还有什么困难 那应该是你方来执政 最后一件事情 他方特别质疑说 我方DDR到底有什么利好 我给各位想一解释 就是环保这件事情 其实特别像一个模型 大家都知道了 叫做囚图困境 他最怕的就是比如说政府说 今天要环保 然后企业做了 结果明天政府不给支持 最怕的是发达国家做了 结果发展中国家说 我们正在发展 你这个环保 我们正在发展 所以我就大幅大幅度投放污染 发展中国家倒过来也是一样 我辛辛苦苦捡了这么多年 结果你们发达国家还不努力 换言之囚图困境最大的问题 就是信息的不完整 DDR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公开的表态 告诉你 就那个囚图进去之后 哥 我一定不背叛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信息的增量 他有保证 他有信誉 是用信 我的信用来为我今后来做 做担保 那这件事情就是打破 这个环保的囚图困境的最好办法 也是为什么我方说 中国加入之后 所有的专家都说 全球气候行动 终于有了一颗定心丸的部分 谢谢各位 感谢正方三变 接下来进入公变阶段的评委发言环节 有请评委根据场上情况 依次梳理内容并提出疑问 每位评委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陈宁岳老师 好的 那个主席可以听到声音吗 可以听到 我问双方一个共同的问题 以及各一个单独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现在听到了一个方式 叫这个五年一役 双方好像都想把这个纳入到自己的立场 我其实后面特别想听一下 这个五年一役到底是算正方的设期限 还是算反方的不设期限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正方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需要正方 再进一步的明确一下立场 就是我其实可以get到现在意思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一个目标 在21世纪后半夜必须要实现 这个所有国家的这个碳中和 但是反方提出来一个问题是 有的国家可能在这个可见的范围之内 他也达不到这个目标 那如果这个实践再进一步拉长 比如说就像刚才质询的时候说的 200年和500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正方认为设这个实践 到底有没有意义 或者就是就是因为200年500年 在我看来就是他很有可能 这个国家政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实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后续可能我还要再听着 对于正方的问题 对于反方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我比较想听到反方 设立这个期限会带来什么问题的 这部分的论述 因为目前为止 其实我听的都比较像是 客观层面达不到 比如说可能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 有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计划感不上变化 那可能单独对于发展国家 你们提到一个词叫 会施予他们额外的道德义务 然后会给他们带来逼迫 我的问题是说 比如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可以承认说 可能对于某些国家而言 由于他的正体原因 由于他科技原因 可能达不到这个目标 但是达不到这个目标 设立这个目标 但他现实当中可能会达不到 可能会有变化 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伤害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补充的 第二个就是对于发展国家而言 如果这个目标对于他而言 只是一种道德压力 但是如果正方能够证明说 那可能对于他们而言 有实际方面的环保方面的引导 或者说反方没有办法 进一步去举出这个压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对于他的伤害是什么 实际发展过程当中的伤害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对于反方的论证而言 是需要补充的 好吗 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谢宇老师 好 主席你好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听到 好 那我来讲一下比赛 到此的话 我个人的一些判断 我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双方各自想论证的那个路径 我大概能了解到 正方想讲 其实就是说正企合作 另外一个就是说体现这种 国家担当 这个现在的参中和 正方讲出一种群龙无首 然后需要人带头的感觉 这是正方想追这种路径 反方大家想讲两点 第一点讲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然后辅之以说 双中和这件事情是非常有颠覆性的 它不同于以往 那另外一个点呢 想说这个 由于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那么如果设立期限的话 会导致出各种各样的压迫 我这样讲吗 我觉得大家想铺的这个逻辑呢 就是我知道了 虽然我觉得有一些 大家都有一些漏洞 但是这些漏洞 从前半场的比赛来看 可能就是大家在后 应该是没有后手的 我们就准备这么多东西 我们在场上都打出来了 它就是这样 所以我对下半场比赛 期待是这样的 就是成功如反方所讲吧 参中和呢 你说它有没有颠覆性呢 肯定是有 它算不算一个新问题呢 肯定是也算的 但是对于双方来讲 我个人感觉这个前提并不代表在过往的 无论是你讲在中国 我们国内处理一些这个类似的 无论是环保还是其他的公共事务 包括说国际间进行合作 去处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 不代表过往的经验完全不可以借鉴吧 因为双方讲的这件事呢 你很难说它是现在进行时还是将来时 有很多是可能还没有切实发生 大家不好找例子 那我希望大家能不能结合在过往的 就是无论是在国内也好 还是在国际间合作也好 就是这种已经发生过的例子 无论它是成功的也好啊 失败的也好啊 那肯定最好是有一些 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实现 制定了一些目标啊 包括说很具体的一些展开的模式 能不能结合这些过往经验理 来增强一下大家所讲的这个逻辑的可信度 就让我觉得哦 原来你讲这个东西 在以前我们有一个经验是成功的 那按照这个来做呢 确实感觉是有戏的 或者呢 就是以前我们定了一个什么 或者说这个博弈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达成 比如有人就是耍赖皮 他就是在这躺好了 就是不管还是会这样 我觉得大家能增加一下自己的可信度 会让我在后半场的时候 更容易做出自己的判断 就是倾向于正方还是反方 另外一点呢 就稍微的提示一些双方 我感觉大家把国际博弈这个问题 想的过于的简单了 或者说大家今天讲的过于的简单了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复杂 有多因素的事情 但是大家今天讲的过于的简单 在这个从复杂到简单 就是简化的过程中 我觉得很多问题被大家忽略了 比如说本来有一些内容 可能对某一方有利 但是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简单模型 那这个优势反而会变成劣势 对双方来讲都是有一样的 所以我期待大家如果能 还是今天讲这个的话 有可能的话可以稍微的深挖一下 它背后的这个 到底大家是如何来进行决利的 我觉得大家的专论都会有一些帮助 谢谢大家的精彩表现 感谢谢于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廖彦宁老师 好 大家上午好 那我也问双方各自一个问题 期待双方在后续的环节当中 能够来回应一下 这也是我心中的疑惑 首先问一下正方的那个问题 就是反方今天在咨询环节中 对你们攻击最猛的一个点 是在质疑你们的这个 所谓的DDL就设置期限 在你方看来呢 其实是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 去设立一个自己的期限 也就是说大家虽然都要承担责任 但是呢可能这个责任是有区别的 因为我们可能自己的国情不一样 所以我给出的期限不一样 那反方就提出一种可能性 如果大家可以给出不一样的期限的话 会不会有一些国家 给出一些非常离谱的期限 比如说像500年 这样没有任何限时约束力的期限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 以及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话 正方是怎么看的 就是你们虽然说有期限 但万一出现500年的这种回应的话 那正方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期待正方去解决一下 反方提出的这个质疑 那对于反方来说呢 在反方看来就是探中和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是很复杂的 而各个国家的情况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说呢在反方看来 我是不需要给出一个关于时间的这个承诺的 但是我的一个质疑就是 就是正如反方所说啊 就是国际的博弈很复杂 那我们知道啊 就是在很多复杂的议题上 大家说好的事情是都可以违背的 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 像是朝核问题 朝鲜的核问题 包括伊朗的核问题 这都是六方会谈 还是多少方会谈 非常多的国家参与 最后定了一个协议 但最后几年之后呢 可能某些国家就退出了 我决定违背我的协议了 或者是我不完了等等 那么我问反方的问题就是 即便白紫黑字签订的东西 承诺过的东西 都有可能违背的情况底下 那么你现在连承诺都不给啊 我只是一个笼统的说 我要去做 但是呢 具体时间不知道啊 太复杂看着办吧 那这样子的合作 还有最基本的诚意吗 就是有承诺的情况下都可以违背 那我现在干脆连承诺都不给 没有一个实现 完全赋予最大限度的自主权 给各个国家 那我们实际上 在去做这样一个合作的时候 各个国家要怎么去展现 他们合作的诚意呢 就是还是说 只是嘴上说说啊 我仅仅做一个最低限度的表态 但事实上有非常多的弹性 给我操作 那怎么去保障 我们在全球探中和合作 这件事情上 大家是真的有真心诚意去做的 这个是我对反方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廖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张嘉鹏老师 好好听得到吗 我试着开一下视频 欧布OK 请问主席OK吗 好 感谢 好 感谢一下 感谢八月变手 感谢前面几位评委老师的沟通 是这样 我倒觉得这个题目 打到现在双方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 或者制度优势的比较了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正方在强调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制度优势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很多东西 那么反方来讲可能更多从西方的现状和他自己的各种体制来模式来研究 在面对坦中和之间可能出现的困境 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但这样就存在了几个问题 对于正方而言第一 其实你方也承认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 这是世界的事情 那么正方你至少在现在我还没有太听到关于西方 无论是制度上面的问题 以及所谓反方所提到的政策发展稳定 这些问题中你的解决方式 你现在给的解决方式更多的是逻辑上的 而这个逻辑上的东西很多时候替代不了内容 比如我记得正方三变曾经提到过两个例子 第一个叫禁毒协议 第二个叫市场经济 坦白的讲这两点与坦中和 无论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 以及这个的机制体系 甚至各个国家能不能达到全球共识上 都是有根本性的差异的 比如禁毒协议这件事情 全世界首先对于毒品的认知 绝对不跟今天的坦中和完全一致 它的无论是法律的机制上 还是在运营机制上 都不同 而且涉猎的范围差异也很大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可能有一很小部分的 发展中国家 甚至一些国家会由于毒品 给它带来重大的经济效益 第二市场经济原本是我们制定的一个计划 在全球发展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对于市场经济 大家是有基本的共识的 但对于特种 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 几乎没有对各国家的政治机制体制 产生更加激烈的影响 所以我想说的是正方你能不能给我一些 对于现在你方还没有论证 或者在我看来还没有 在内容上实质 对于整个西方这样的体制 就是反方所提到这样的体制模式下 我们使用这样的设定期限 它的价值意义和帮助在哪里 这我觉得可能是正方你需要给我补权的 对于反方而言 我同意刚才谢宇老师讲 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 你们把问题还是稍微简单化了一点 其实在你的这个模式下 有特别特别多可以发挥的地方 你现在展示了一些 我倒觉得你可以稍微的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去跟大家做更深入的探讨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 比如说你第二个提到的 也是林月老师讲到的 我如何为什么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下 我通过这样的所谓的国际达成的一个共识也好 我作为协定也好 能够实现你们所说的剥削的意义 我觉得这部分你讲清楚 可能对你第二个论点整体的铺陈会有更好的发挥 谢谢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点评 至此比赛公辩阶段全部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该阶段进行独立打分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该环节分表已收齐 让我们比赛继续 接下来进入终极说服阶段的自由辩论环节 一方发言停止时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 双方辩论员各有四分钟 有请正方辩手进行试音 正方一辩请问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到 正方二辩请问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到 正方三辩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正方四辩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有请反方辩手进行试音 反方一辩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反方二辩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反方三遍能听见吗 可以听到 反方四遍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双方声音没有问题 有请正方新发言 好 第一个问题 2020达成全面小康这个目标是在197几年的时候 邓小平提出的 这总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了吧 为什么1970年的时候可以定 而且后面的五年一亿也可以正常实行呢 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不一样 就像国内我们对于全面小康有稳定的认知 可是国际对于气候问题的认知不一致 邓方如果要拿巴黎协定的这个模式来到 作为邓方的皇太 邓方后续要回答 巴黎协定他约定的是一个具体的行为 并不是约束一个具体的目标 邓方要论证 邓方的变体的合体性 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二个论者讨论 我方问邓方 今天大部分的发展国家 他们的主要工业还是以碳 作为一个主要的供给能源 那如果邓方今天要他去减排 大量的减排 那邓方怎么去保证他的发展 好 所以解一下 至少每个国家可以自己定 他们碳中和实现的大目标 然后再五年一亿 五年一亿的去进行他的环节的调整 所以五年一亿 这个是归于我方的整体的大的计划之下 然后具体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情况 我方说了 可以设定一个不同的实现 然后具体这个实现合不合理 交给有国际方面这方面成立的专家协会去评判 所以都没有 刚才那一轮不难发现 今天邓方根本不能躺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上面 去完成邓方的论证 因为邓方政策的设计和巴黎协定 这样约束具体的行为 而不是最终的目标的机制 根本不一样 最后解释一遍 为什么邓方这样的政策 跟全面小康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全面小康他面临的是一个相对稳定固定的人群 我们的穷人不会突然变少 也不会突然变多 第二件事情 全面小康没有像碳中和一样颠覆性的改变 我们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 第三件事情 全面小康标准我们可以自己去订单碳中和 零排放就是零排放 这是邓方不能够用全面小康套用的原因 继续来问 今天印度他非常依赖煤炭工业的发展 关停之后 他们的民众贫穷问题怎么解决 全面小康有标准的 有几千元收入 穷人富人还不是突然会变化 穷人富人当时会一直突然就变化了 所以往下问 在你方最后说这个部分认知有不同 请问了 比如说禁毒协议 国际上对毒品的认知当然也有不同 那你怎么证明这个程度是有 这个程度的差别在哪 我发现 今天清洁能源会突然消失 我会突然失去我唯一清洁能源的供给俄罗斯 和全面小康当中变化哪一个更剧烈 零方稍后再比较 所以最后追问一遍零方问题 对于印度这样极其依赖化石能源的发展中国家 宁方切断他们的经济命脉对他们来讲公平吗 对方必有 宁方也说这些发展中国家也要努力参与到 我们这个节能减排的环境中 宁方第一个论点是说 探中可不是最好的节能减排方式 第二个论点又说发展中国家压根就不应该节能减排 请问宁方到底是什么立场 不是 我方只是说今天发展中国家 他们节能减排不应该有一个这样期限的强迫 因为这个期限 正如宁方所说 他会倒逼这些发展中国家 必须在某个期限之前完成 他们所要负担的义务 可这件事情是发展国家对于发展国家的剥削的加剧 就如我方刚印度的例子在跟宁方展现的 如果我们要去降低他的碳排放量 经济增幅 他在国际上本来就没有话语权 这个实际差距会不会让他更没有话语权 如果你想要环保 你总要有这个节能减排的过程 所以按宁方说法 探中和本身就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是吗 不是 我方今天恰恰讨论的是 今天环保问题 有没有在这样一个国际博弈的过程当中变质 他有没有变成更占据清洁能源技术的 更已经实现能够使用清洁能源阶段的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的清亚 你方有任何的解释吗 怎么样规避这样机制的发生 清亚的部分 首先他有这么高的自主性 看不到清亚在哪 进一步我请要 我方态度从来没有说现在就要放弃火电 比如说像中国 我方态度也是煤电可能还是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 只不过在60年前 我方现在这份数据已经证明了 比如说只要增加138万亿元的投资 我们相关的科技领域就能够达到用风电等等的来代替煤电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长期的规划 你有证明其他国家是完全做不了的吗 来段没有 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邹地指出 工业领域关键的62项减排技术 43项核心技术需要发达国家转让 这是没有清亚 所以也可以自己发展 也可以而且发达国家 你有证明现在没有技术的支持吗 我方前辈的数据也有说明过 所谓在发达国家跟发达国家之间也有互助的机制 所以在这两个层次上都有证明 这个部分明明有可行性 最后一件事情评委想听的 所谓关于环保直接的数据了 我方看到比如说在做出912 也就是这个相关承诺之后 正面评价从22.9上升到48.7 是不是证明对于国外的正面评价 是有引导的作用 聊一下中国的例子 周记指出呢 今天2010年到2050年 共计累计投资中国要14.2万亿 每年投资占到当年GDP的7% 比方2.5%要多多了 所以我们进去看 中国这样的国家尚且有大量的核心技术 需要发达国家转让 可是今天我们发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 比如印度它没法转让 所以这个问题结在这里 所以很多清洁能源技术 是会变成发达国家惊讶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的 我最后请问一个问题 你用碳中和的实现 你怎么让发达国家为历史上的 他们的碳排放来负责 所以说发达国家 他们定的实现应该早一点 发展中国家我方觉得可以后续的延后 这就是发达国家更早的负更多的责任 然后您方那个数据 我方也有查到数据 清华大学带头研究的 这个他们算出来增加的绿色投资 是大概只要138万亿元 很抱歉一直在走反方的时间 一直在走反方的时间 有请记事人员调节时间 并且之后会由记事人员手动补计 不用担心请继续 我方看到的数据大概只有138万亿 然后不过是每年的GDP的2.5的样子 你方那个数据哪里来的 邹记说的是40年要14.2万亿 2010年到2050年 每年投资占到当年GDP的7.5%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记 我其实想问你的是 碳中和今天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在现在 就让它可以碳中和 这是它建立在它历史上排放了很多碳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你怎么让它付出这个代价 你方有说吗 所以你方是要么就是为了代价 全球的环保也可以不顾一切 所以确认到这个态度 所以最后一件事情 我方这个数据说的是138万亿之后 发展了科技之后 它就可以正常的代替原来的煤电 你举的那份数据是怎么算的呢 你要想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合作体系 必须要考虑这部分的代价 为什么哥本哈根协议和京都条约失败了 就是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想法 而巴黎协定成功的前提 就是因为你尊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想法 这个有效的合作机制才建立的起来 所以我结一下 我结一下 如果你的方案里面本来就比我方贵 最后你要证明 大家都不选我方这个便宜的方案 因为我方的方案确实 比如说是在几个方案中 选出来比较便宜的一个 比较有可行性的一个 你要证明非得他选贵的那一个 所以最后一次追问了 你有任何证据证明 发展中国家不能跟中国一样 逐渐走这条路吗 在100年的期限里面 是完全不可能实现 你怎么证 我们刚前面的东西讲过了 您方的便宜的方案 只是对发达国家便宜 我方刚问了100遍 117个发展国家是贸易 知识产权的贸易逆差 大量的新能源技术 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 对于发展国家 形成一种知识上的垄断 你要去减排 你就必须买这些技术 这些经济上的利益的攫取 是不是被剥削的一种体系 一你要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们在100年内 不可能靠自主研发达到 二你要告诉我 发展中国家会因为这个玩意儿 而对我们进行剥削 他会以高价卖给我们 而不是以我们看到的国际形势 平等合作协作下 低价卖给我们 这不行吗 所以这个产业整体带动的 整体投资规模 也是超过410万亿元的 未来保守40年 对GDP的增长率贡献 也会超过2% 这又是数十万 数几十万亿的增长 换言之 你方不能告诉我 最后这个部分技术 我花钱了 就告诉我技术不赚钱 这个部分的比较 你有算过吗 好 今天你方通篇的论证 全部建立在我方真的坚持相信 我们还有8秒 我方真的坚持相信 最后会能够实现 可是你方有任何 现在发展中国家 占助的技术的论证吗 你方也没有任何 他在100年内 无法完成的论证了 对 所以向天再借500年 所以在技术层面上 我方已经证明 中国这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是有可行性的 你到最后是一句 发展中国家就是做不到 我方也看不到 再次感谢双方辩论员 最后进入终极说服阶段的 总结陈词环节 首先有请反方四变 进行发言 时间为3分钟30秒 谢谢 处理对方今天两个战场上的两难 第一个两难在七线上的两难 时间没记 抱歉 第一个两难是七线上的两难 他方一方面想把这个七线 延后的无穷尽 另一方面他又想用靠这个七线来倒闭这些国家去做这些事情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两难 其次如果如对方所说要根据美国家按自己的国情来定一个从零到500年这样的区间的时间 坦白说我方认为这样的评估结果应该是不定时间而不是定时间 第二件事情在他方所说的一个 我方提出来在这样一个大目标的背景下 这种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各方面的原因他需要我们去有一个短期的目标 他方说 那我们通过这种短期的目标来实践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就好了 那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他方的两个论点之间存在两难 他方的第二个论点恰恰就在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政府内部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带来一种国际上的受损 所以他方如果用这种小目标的改动来达成他方所说来避免我方的避害 他方在打自己第二个论点 然后我方进入到今天评论比较想听的这样一个内容的阶段 其实我方不是想把今天的问题谈的这么简单 我方认为恰恰是他方今天把这个问题想的太简单 只要靠期限的评估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方想讲的第二个点就是告诉大家 今天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个世界环境下 除了气候问题之外还有个非常大的背景 就是不平等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说南北差距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气候协定 它背后的实质不仅仅是气候问题 它是气候问题跟发展的一场博弈 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工业层次上 我们一直都知道化石能源是整个工业的心脏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六十年间 能够通过工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获得一个这样的经济成就 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止境的通过这种碳能源来达成他们自己经济的发展 所以如今他们在达到了这样一个先发国家的优势 他们反过头来告诉所有的发展国家 我们历史上的所有账单应该由我们现在所有人一起来买单 这件事情不公平 其次对发展国家来说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谈判 首先对方一直在讲中国 中国它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国家 并且对方在一边当中也坦然承认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 不应该只看中国 要看这个世界大部分在这个框架下的国家 大部分的国家是发展国家 这些国家他们在工业的发展上 还没有到达发展国家的层级 他们需要发展去抢夺更多的话语权 第二件事情在能源这件事情上 我们无论是从知识产权贸易逆差的数据 117个国家都是贸易逆差 还有比如说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中国 五分之三的这样一个新能源投入 都是发达国家在投入到这个能源技术当中 所以从这两个层面上 我们都在看一件事情 在技术上存在一种垄断 这个垄断于发达国家发展国家 想要去获得这样一个新能源技术 来达到他们减排的效果 必须向发达国家要么支付费用 要么去寻求帮助 而这个情况下就会导致这个经济利益的直接诉讼 他方说对 那你的这个技术拿这个技术拿来之后 不是可以为你创造一些经济效益吗 可对方没有 那资本家也是这么说的 资本家跟这个奴隶 资本家跟这个员工间的关系 也是我给的这笔钱 你可以用这个钱创造你的价值 可问题在于南北差的背景下 我们不仅要考虑的是这个收个体的收益 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够 两个个体之间收益的差距问题 因为这个收益的差距在扩大 那这个问题会变得不断的严重 他背后所折射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去平衡环保问题 跟现在有的发展问题间的平衡 讲到最后 我方其实想讲了今天这个问题 我们不应该采取您方所说的一种 以期限倒逼所有国家 都要完成碳中和的这一种形式来完成 我方恰恰是认为 就像您方所说的 应当由那些曾经在历史上 排放更多二氧化碳的国家 他们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而在期限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不应该去要求那些发生国家 还没有去污染这个环境 就应该为这个污染环境买单 他们只要在自己的范围内 以五年一的速度 尽可能去完成他们想完成的事就好 谢谢 感谢反方思辩 下面有请正方思辩 时间为三分钟三十秒 好 先试音 请问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好 今天通篇听下来 发现对方便有 其实只有一个观点 那就是畏畏缩缩的政治实践 遇到问题 对方便有说没有可行性 遇到可行性 我方证明有可行性 这方便有说有弊端 可是我们来看 这方便有真的有证程 这两方面的内容吗 第一端便有说 我们现在还有很大的技术空缺 可是我方也说了 技术怎么获得 我们方举了例子 比如说假设我定在三年之内 要赢下十场变端比赛 这会让我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规划 如果我把这个计划告诉我的朋友 让他们来监督我 如果可以告诉我的父母 我可以让他们来支持我的梦想的实现 让他们帮助我来提供资源 和在家自习的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支持 所以说是什么 所以说是把计划设定一个实现 可以让我有更清晰的目标和规划 把它告诉他人 可以实现一个更加良好的 共同协作和互相监督的体系 最终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说技术上 我们需要靠这种各方面的努力 支持来达成最终的目标 接下来再来看 对方比如说政策上 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 民主退群上面的挑战 可是我方首先也说了 全球禁毒协议 不就是即使在各个国家反复横跳 但是整体上最终有助于最终发展吗 同时我们也看到 虽然特朗普退出了巴黎协定 但是在他任期的四年里 美国没有任何一家投资公司 投资煤炭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识到 煤电发装 煤电发装 煤炭的未来是不明确的 不清晰的 它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煤电发装机 平均每年也减少1000瓦的 1000瓦的投资 所以可见这是什么 是现在国际已经有了一个 需要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共识 只是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我们不知道谁来领导 是责任怎么分配 如果我努力做了 但是你偷懒 那我岂不是亏了 是缺乏一个国际共同协调和协商的一个体系 而不是这个目标是不明确的 这个目标非常明确 大家都知道煤炭是没有未来的 只能发展清洁能源来推动未来经济的 继续质的增长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时候又说 是不是我方今天挣得出避害吗 我方也提出有很多的投资 在技术上也是有可行性 所以最终对方便有说 对方便有也承认了说 巴黎协定是一个全球公平性的方案 我们也看到巴黎协定 它其实是有延续性公平性 长期性和可行性的特征 什么意思 就是巴黎协定之所以能成功 就是在之前不明确的全球治理体系下 建立了透明公开的机制 它有一套各国需要加入进来衡量 报告并且核实的一套实现和监督的一个机制 所以最终达成了更好的成果 所以是什么 我方认为其实更应该是发展中国家 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国际机制 并且努力完成后起成为后起之秀 而发达国家也承诺了率先减排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的经济支持 在这样的经济支持下 最终达成一个相互平衡 相互包容的国际体系 所以说现在的弊端是出在什么 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没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一个体系 一旦这个体系建成 后续的落实都将变得更加朝我们的方向前进 最后没有停在了弊海上 可是我们发现弊海也没有比出来 所以最后没有停在的价值就是 我们可以为手为脚的进行政治时间 仅仅他看不清未来 可是我方恰恰发现政治的关键其实在于实践智慧 只有当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目标之后 推动群政治理体系的变革才可以实现 谢谢 感谢双方面论员的精彩交锋 至此比赛环节已经全部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终极说服阶段进行独立打分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请大家稍事休息 耐心等待 感谢大家的等候 接下来首先有请评委根据辩论员的表现 与场上的情况给出投票原因 首先有请张嘉鹏老师 哈喽哈喽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OKOK 感谢感谢这个主席 感谢双方八边 我承接中场的时候 跟大家沟通剩下的部分 前面部分也跟大家汇报过了 我是觉得在后边双方 其实还是都是对几位老师的这个建议 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说邓方的四边 在后边我觉得是在节变当中 把一些问题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说白了理的相对清楚 但是这里边依然存在着 我在中场中涉及到 就是宏观与微观的转换问题 就是在其实实际层面上 他更多的态度就如邓方四边所言 就是有目标比没有目标好 但这个宏观问题 终究还是要延伸到微观上 成功你自己讲他有一个实践智慧 这个实践智慧遇到的实际困境 它涉及到的是各个国家的基本情况 以及所谓的政治制度 对吧 我现在把视频开OK 那么在这个维度上 我是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 那么第二部分 他提到了关于解决共识责任分配问题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 这对于他在正方的第二个观点上 我是觉得给予了一定的补充 但整体上我觉得正方给我的印象和观感 依然存在着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还是 就是中国这个有这样很特殊的 诚如反方 主要有叫稳定和持久的这样的状态 这个状态是符合于这个机制体制下的人们 和这个机制体制下的国度的 那么在其他的世界当中出现的这样的问题 如何用设定实现的方式解决 给我的天感更多的在正方而言 就是有目标比没有目标好 那么这个东西结合到反方对正方的攻击 和反方的理论上 他举出了无论是美国 德国 甚至新加坡等等各样的例子 我是觉得在这个维度上 正方好像对他的解决显得能力上 或者说在触碰根源的问题上 没有实现更多的有效的这样的处理 就是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或者说我觉得你后边其实提到 我可以设想一下 比如你会提到说缺乏领导力 换句话说世界达不成共识情况下 我应该如何推进 再换句话说 就是在今天面对碳中和这么一件 全球化的事务中 我国家介入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阶段 我就像你说的 即使是美国不愿意介入没关系 当我整个的世界的大部分的国家 和大部分的制度模式下 大家对于碳中和这件事情 已经达成共识了 那好我们共同推进 你不愿意你可以先放一放 你可能未来会来 我觉得就是能不能稍微削弱一些 自己对于这个题目 或者自己论证的整个的宏观上内容 会让这个与现实层面的接触 会更加的紧密一点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对于反方而言 第一个我是觉得反方三变 在自由辩论当中一开始 对于正方全面小康的那个事情的 解释 是我个人来讲觉得意义很重大的 这也解决了正方提出大量的 在有限的这些 现实势力当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我觉得这是在第一步 解决了在前端 可能没有很理清楚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他反方真的试图很努力的 把第二个关于剥削的问题解释清楚 包括发达国家转让资源 利用清洁能源 是不是在真正的剥削 以及现在现实情况中 贸易逆差的现实存在 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遵循 我在中场之前的一个基本判断 我会觉得在现在的比赛的情况下 反方相对而言 这个论证机制和论证体系 与现实社会的接触性 与今天人们对于探中和的基本理解 以及对于我们大众 对于探中和的这个事件的起 和启发的意义上会更加的好一些 再结合我中场说的部分 就是我对于这个比赛的基本意见 感谢双方便有的努力 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的 这么多的信息与资源 再次感谢八位便手 感谢其他四位评论老师 谢谢 感谢张江鹏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陈林岳老师 好 主席 哎呦 等会儿 这个 这个这个调整一下我的摄像头的位置 好了 主席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听到 好 我我我讲讲这个比赛我的观感 我觉得我大致的想法和张老师比较类似 我先从前面讲这个定义的分歧 就是大家关于这个 这个设置期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到自由辩论阶段 其实大家可以达成一个模糊的公式 就是这个期限 首先我觉得反方也也也到最后应该也不是说坚持他 一定要就就就就完全定死了 然后你去遵循遵循他 但是正方其实也可以认可说 我一旦设定一个期限之后 对于你现行这个国家的环保和发展的政策 肯定是会有影响 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个倒逼的作用 因为如果不存在这个倒逼的作用的话 实际上正方的论点就没法成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模糊的公式 就是设定期限 第一他可能是可以根据具体的国家的情况 有一个有限范围之内的变动 第二这个是期限的设置本身 那肯定会对这个国家的发展造成实际的影响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开展讨论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达成模糊共识的部分 那这个比赛影响我做出胜负判断的 其实体现在一个双方对于更正义务的认识上 是这样的 你看啊 在自由变的后半段 正方举出了一个很清晰的 关于这个发达国家援助发荣国家的这个技术支持 包括这个我听到那个数字应该是138万亿 以及可以协助这个这个这个发荣国家进行这个环保方面的科技发展 那正方就问反方说 对方没有你 我已经举了 我说这个我有很多的政策科技的方法 可以帮助发荣国家实现往这个碳中和 起码往这个方向走 那你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 那这个时候反方其实很明显的认为 这个论证义务不在不在他 反方说那我也给你举很多国家 比如说像印度 他现在面临很多问题 如果你一旦给他强加环保方面的这个压力的话 那对方没有你的这些扶持可能对于中国而言是有用的 你怎么能保证对于印度而言 他一样是有用的呢 这个时候就陷入到了一个 我一般称之为叉叉反弹式的攻防 就正方说你怎么能论证 他他他一定不行呢 反方说你怎么能论证他就行呢 你怎么给我们负责任答案呢 在这个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 为什么我说这是这场比赛胜负的关键 因为这个论证义务的归属 其实取决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碳中和这件事情的急迫性 究竟有多么大 我很赞成刚才张老师讲的一点 就正方四变 其实在最后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 我觉得对于正方来说 还挺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关于碳中和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这个事情的实现 或者说对于这相关的碳排放问题的解决 是应当达成共识的 或者按照正方所说 我们现在就已经达成共识 至少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明确的 但是反方在畏首畏尾 我觉得这个前提对于正方而言是重要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 我觉得反方在这场比赛当中 是非常明确的提出了气候和发展之间的这个价值排序的 换句话说 从质询开始 其实反方一直在确认这个前提 就是他在讲的是 气候和发展究竟在当下 对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而言 谁的价值排序靠前 谁的价值排序靠后 首先第一 他存在差异性 第二个 他本身也没法比出高低 你比如说对于印度而言 对于他来说环保对于他来说 为什么是一个需要现在他付出代价去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是反方认为是没有答案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对于正方而言很重要的一部分前提性的论证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碳中和这件事情在当下就是成为了一个非常急迫 就如果你发展国家 虽然我知道你有很多困难 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参与到我们碳中和的这个大潮当中来 可能会对全球的气候造成比较大的进一步的伤害 乃至于我们人类共同的这个命运共同体会迎来一个不可承受之中 我觉得当正方只有明确的点名了气候的发展的需求 是高于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时候 正方的后续的这些所谓的指责反方 为首为尾的这个这个整个的逻辑推论才能成立 然后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说这个前提对于前面这个论证义务归属特别重要 因为你想如果正方能够拿下这个前提 就是碳中和刻不容法 必须立刻发展国家发展国家通理合作 否则这个问题将在全球范围之内蔓延 那么正方站在他有可行的方案 并且愿意去扶持发展国家的这个立场上 去问反方我都给你这么好的方案了 你还想怎么样 他就比较能成立 那但是对于反方人也是一样的 当反方讲出了气候和发展本身 它的价值排序没有差异 或者甚至于对于印度这些国家而言 发展可能更重要的时候 正方所提出来的这些138万亿的援助 所谓的我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年份当中自主研发 他就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 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压力 也许他真的可以帮助他在环保上做得更好 但是环保是需要资源投入的 那这部分资源投入是不是也会对他原本的发展路径 造成影响呢 我觉得恰恰就是在这里这个前提的差异 造成了这个论证义务的压力究竟分配于何者 而我认为反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点出要比正方更加明确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发展国家在有援助手段 但也不一定能帮到他发展的情况之下 这个部分需要谁进一步的举证呢 我觉得在反方明确的举住这个价值排序的情况之下 这个举证义务应该在正方 但是双方的攻防又恰好是停在这 所以我就比较偏向于把这部分的这个优势 会判到反方这边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大概的看法 我觉得这场比赛正方同学的 就是以上的这个前提 我再补充一点 以上的这个前提其实还影响到其他的一些类比的推进 包括像禁毒和全面小康 这个我和前面张老师看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为什么反方的这个说法本身 它是能够引起评委的认同的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全面小康我就不讲了 大家对他的认同可能一部分有政治性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不妨碍他讲这个类比的时候 有能抽出他那个逻辑因素 包括像禁毒协议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直觉的观感上 就是禁毒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普遍的需求 所以但是在这个题目当中 如果正方不能证明碳中和的这个方向是一个普遍 大家应该要做的事情的话 那就会被反方从逻辑上指责你的类比不伦 就会讲全面小康 我们对他已经有稳定的共识了 包括外部环境比较稳定了 但是碳中和明显不满足这个问题 所以所有这些类比是不是成立 以及双方对对方的论证义务指责是不是成立 其实共同就建立在这个前提上 就是正方能不能拿下碳中和刻不容缓 反方能不能够尽可能的去描述发展和气候的博弈 在当下是没有确切答案的 那还是前面那个问题 就是所有这些问题的优势 在我的心目当中都偏向于说 反方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要比正方更进一步的 所以我的判断在反方 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对于正方同学的 我觉得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会环保这件事情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好事 特别站在中国当下的角度 它是一件应该做的 并且在价值上应该被提倡的事情 所以可能会导致正方忽略了一部分 关于这个问题本身重要性的那个论述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当反方明确的在首制提出来 说这两者之间我们要做权衡 气候的发展 这个气候的发展的需求 可能不是我们的首要需求的时候 正方是需要在这里去做明确的敏锐的反应的 因为它整个会影响到后续论点的推进 如果这个做不好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在具体的这个交锋上 如果一旦陷入到纠缠和牵扯的状态的话 其实对于没有在前提上点明确答案的那一方 它的伤害来说是比较大的 然后以上是我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总体的看法 然后谢谢大家 感谢陈灵岳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谢宇老师 好 我来交代一下自己对于这个比赛的判断 跟前面两位评委的观点基本相似吧 这个比赛我主要感觉 正方在设计所谓的实现 就是为贪中和设立实现的这个操作里面 有一点过于的粗之打意 感觉上就是虽然说口径防守上比较好 就是反方去问说 他说你难道一百年吗 然后正方说那可以 然后反方说那他五百年呢 然后这个时候像正方他会回家说 他说就算设了五百年跟不设也是有区别 当然在那个环节里面 反方并没有让正方去解释 不过我必须要说一下 你说对于一个质询方来讲 他在这样的环节里 他说虽然你说你可以解释 但是那我就不让你解释 你到自己的小节里去解释 这样操作可不可以 他既不犯规 同事也不违背什么公序粮粗 肯定是可以 但是我个人的辩论官里面 是这样觉得的 如果质询方问了一个问题 你问反方能不能解释 反方说我能解释 然后这个时候你说 那你一会儿解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正方就是提问这一方 你拿到的这个利好 或者你想结到这个结论 我觉得就是不成立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 就是你打赢了拿到 那就相当于是我就这样觉得了 比如说在那个比赛里面 至少在那个环节里面 反方去说 他说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区别的 受败年跟没有期限是没有区别的 然后正方反方说有区别 然后反方说那你解释吧 反正我觉得没区别 那就没有一个没区别的结论 只能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存疑的 当然对于这个设定年限本身 对于比赛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偏向于反方一些 我回头来讲 正方在这个设定上 就是给人感觉是只有一个总目标 就是实现碳融合 就是归零了 完事儿 然后说我们应该为这设立一个目标 100年或者500年 可是这个问题里面 碳融合这个问题里面 你一个国家就算要搞碳融合 它也是分步走的呀 它有自己的一个科学的路径 包括说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理论和时间的成功 以及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 那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所谓的 我觉得就像大家在中场问到 所谓的五年一亿到底算谁呢 比如你不断的设定阶段性的目标 就是我每五年都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目标 这个目标的终点 看起来就是走向了碳融合 那这样算谁呢 我觉得这是可以争夺的 甚至我个人的心正常 其实认为这是比较偏向于正方 对吧 我这样讲 就是大家现在虽然都觉得碳融合比较好 但是你能保证 未来人类的发展方向就是 我们一步一步的 就是现在比较艰难的走向碳融合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呢 就是我们发现走着走着 这并不是我们最好的道路 或者说随着科技在某一个点上 它的这个突变 导致我们发现有其他道路可以走 不需要再走这道路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当然有可能 所以你说在这种比较复杂 前途未卜的情况下 我们所谓的五年一亿这样一步一步来走 可不可以的 我觉得对于一个涉及到如此多国家的 而且国家的发展情况不同的现实问题来讲 这是完全可以接受 可是今天当正方每次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对于反方来讲无所谓 反方就是要养成那个归零的点 然后大家就变成了 反方就是要不要为那个归零点设置一个具体的目标 就是具体的时间到底到多少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对正方来讲是极度不利的 正方如果把它拆解成 比如说五年或者十年 就像反方讲印度 他说印度现在比较依赖于这个化石能源 如果你为他设定这样的目标的话 那他怎么办 他是不是就这样那样 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 你说所以在印度就不搞这个事情了吗 他就不搞贪中和了吗 他就我就完美的搞我的这个化石能源 我根本不太去考虑说 我怎么一步一步的将来实现这个 走一步看一步吗 能做就做 实在有一天吃这个化石能源的红利 吃够了 或者我不得不面对这个 我再去解决吧 也不是吧 我虽然不太了解印度领导人的风格 但按理来说应该是考虑考虑这种 而且你不再考虑经济问题 你要考虑很多具体问题 比如你谈印度 印度总是想就是超超是要入常 你在这种关键性的国际问题上没有表态 你谈什么对吧 你所谓的入常不入常谁理你 然后另外就是当然理了也不代表就是他就他就可以 然后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比如说 你在这个化石能源使用上 那如果将来整个的发展趋势上就是 法国家率先使用了轻易能源 或者在这个新能源的领域完成自己的布局 你不又是永远在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识别吗 就是他完成了就是第一个完成了科技布局 第二完成了他的那个就是政治布局 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秩序 你这边PDRPDR的把那个火电什么的用差不多 然后你觉得我也该搞好轻易能源 我也搞好碳中和什么的 然后你再去你看哎傻了 跟上一个循环一样 对吧 就是又是人家搞得挺好 然后你又是后来的都在听别人摆的 这对印度来讲真的是好的吗 就是所以我们就我以这个例子来说 所以那你说对他的情况来讲 他就是抛开国际的什么形象 还不能抛开 就抛开国际的整理局势来讲 他自己的国家里难道就真的是完全不搞 虽然说他现在比较依赖化成人 他可能也要搞 那他要搞的话 你说他现在订不出那个 就是到底我到哪年时间太终合 代表他在这里面没有一个 对吧 长远的这个战略性的规划 和短期的这种具体的规划 就是我逐步的实现什么 或者我有什么样的布局 就类似于像常常可能 大家提到这个五年规划 也五年计划也等等 就是他难道没有这种 肯定是可以有的 或者进一步来说的话 很多国家他在面与这个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都是会有一个自己的规划 你说有没有一些 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动 这肯定都是有的 但是反方所讲的那个颠覆性 到底有多强能颠覆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讲述这么多 那由此衍生另一个问题 就是反方可能会说 可是在国际上这不一样 就是处理国际问题和处理国外 国内和国际问题不一样 但是这其实并不影响 我觉得政方在这也是做的相对来说比较粗糙 就是政方说那我定不出来 我要看具体情况 我很认同政方说的定不出来具体点 这是肯定的 问政方那个问题 我认为没什么道理 就是感觉反方就是说 现在你说 连国这么多的成员国 国家地区 你给每一个都定个太重合的时间 你说大家都到哪个点 这没什么道理 我觉得这谁能定出来 咱们都别说各位在校的这个 就是学生变手了 两所学校都是非常知名的这个院校 咱们不提辩论 咱在学术上都是非常知名的院校 难道各个学校里面 就是你们两个学校里面 研究这个领域的老师 你几天让他定 你说来你给新加坡定一个 具体到哪年他如何 他定得出来吗 我认为他也定不出来 这不是一个 就是你哪怕你有很深的学术造诣 他也不是你能定 这是要涉及的问题太多了 况且这里背后可能还涉及到了什么 就是政治博弈 你说你定了一个 别人就要跟你拉扯 对吧 他最终不完全是一个科学问题 他们还包含了很多的其他政治因素 所以正方给不出来这个 我认为是有道理 但是正方这个太多点过于的 简单了 就是说因为我给不出来 所以呢我在这就啥都不说了 你问我点我也说不出来 我觉得这样不行 正方至少你要多去讲讲 就是结合你所谓的具体因素 就是一个国家 他具体这些 怎么定 然后你讲一些具体的案例 比如像谁 他的情况就可以 就是说定的早一点 谁就可以定的晚一点 然后具体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他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 包括说在政治博弈中的这些情况 就是我觉得正方要讲的具体一点 他跟前面那个实现一样 就真的太粗大了 就是说我定不出来 因为我只是个变手 那这不太行 你要讲一讲 他其中这个复杂的原因是什么 把我说这种影响因素 大概都是怎么来作用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才是完成了一个场上的攻防 不然感觉就是 对方给了你一拳 你说你打我 你打我怎么了 你又打了死 那你俩打他呀 对不对 就是说从这个辩论交通上 不然的话 你怎么呈现出你的对抗优势 所以我的感觉是 就是正方很多那个 就是态度是对的 但是场上并没有足够的内容 和更加细致的支撑 来让自己这个态度 能够变成那种攻防中的优势 所以回来到这个比赛 我感觉 但是你说反方整体理论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所谓这个事情太颠覆 我觉得这个战场 最终有一点糊掉的感觉 而正方这个计划的优势 因为你没有细化 所以其实没有太用得上 去冲击反方讲的计划 比不上变化这些事 而另外一讲的 就是政治全球性的问题 这个我感觉 确实是正方没有太 冲击掉的部分 尤其是反方在最后的时候 他通过截面来说远 他大概讲的 就是大家都懂的那个事 就是西方 先发展国家 对这个发展中国 也还形成的一种压迫 或者怎么样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倒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讨论一个 所谓的新秩序的建立 或者说我们是建立什么共识 很多时候你确实要考虑 这是真的 国际社会大家同时都 就是差不多都是这个共识 还是说这是由 大大国家所主导的 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进一步的保全 所发起的 还是说这件事情 是有可能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一些地区的联盟 他们来发起的 不同的发起人 对这个如何 我们最后续的这个政策 或者说这个共识目标的 发展判定有很大的区别 包括说在开展的过程中 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 我觉得这都是比较重要的 虽然今天反方讲的过于简单 但是比较有一些诙谐的是 反方在最后的时候说 不是我们想讲的简单 是正方讲的太简单 还给正方破脏水 就是大家都讲的很简单 不要互相破这样的脏水 我觉得就是 但至少反方在相对比较浅的层面里面 还稍微的对于整个国际政治局势 是有了一些刻画 而这些刻画对于他的论证来讲 是有帮助的内容 所以整体讲下来的话 我感觉正方讲的有点过于粗大 反方相对来说 刻画的更加完整一些 那么我个人上是会 以微弱的优势偏向于反方 在结束了内容之后 首先我要讲 大家都是非常优秀的变手 各自也都是来自于比较好的 学术也比较好的学校 和辩论比较好的学校 所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辩论中 能够充分的在场上尊重规则和尊重对手 比如说你觉得对手没有时间了 你要相信主席会及时的制止他 而不需要我们自己代替主席来 很强势的告诉对方 什么比如你没有时间了或者怎么样 这几年的网面生活 可能让大家确实有了一些网面独有的习惯 但是我感觉大家要做一个分辨 就是这个习惯到底是一个陋习 还是一种新的好的范式 这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我觉得以大家的辩论水平和能力来说 也应该承担这样的反思的责任 以上就是我对这场比赛的判断 和跟大家分享一点感受 辛苦各位变手 感谢谢于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于强老师 谢谢因为整体时间比较长了 那我尽量长话转说 因为整体的比赛的形式走向和判断 我和其他的评委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于整场比赛的胜负 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判断 那我想说的第一个就是 其实前面评委也强调了 只是我谈我的感受 就是就像网上有个梗一样 就是出门旅游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出门 就是下决定 就像前面评委讲到的 正方为什么不把正方四变的 那个核心的这样的攻击 放到主要的攻击的方向上去 去努力去实现 就是你已经达成共识 或者达成共识是确认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往下走 你得往下走 不是说不是说我定不出期限 我就不往下走 因为你期限都定不下来 你还谈什么往前推进呢 对吧 大家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 就像之前在顺境逆境的 那个比赛的评委点评里 我说我作为40岁 要马上要参加英语考试 对我来说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那我不能左推右推 说我不往下走 所以告诉我12月25号要考试 我就只能往下走 这就是期限的作用 不管对于一个能人来说 还是对于一个庸人来说 这就是期限的作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相信可能正方二边同学 在整个评委提问环节 都是来如坐震灾 因为每个评委都会说一下 500年这个梗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的想法是 其实在那个环节里面 正方二边的第一次回答 我觉得就是正确的回答 就是我们在辩论里面 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对方突然会问你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很多 我们所有人的答案都是一致的 就是我不知道 无非就是我们如何正确的说出 我不知道 其实就是那句话 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就是正方二边 在第一次接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合理的评估和设定 我觉得这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回答 当对方再问 怎么合理评估设定 多少年的时候 当你说是500年 那就是不对了 就是如果说你说500年 那如果说我的话 我会说也许不同的国家 有的国家经过评估科学的评估设定 20年可以达到 有的国家经过科学的评估设定 要1025年才能做到 那他1025年就是对的年份 所以不管是20年还是1000年 只要是经过科学合理的评估设定 就是一个科学合理和正确的实践期限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 我的一个设想 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政策类的变题 或者涉及到科学理论的变题 都会遇到这样在场上被对方问专业性的问题 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个人的经验和想法就是 就是诉诸于科学合理 就像一个新闻发言人那样去回答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保险的回答和正确的回答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个个人对于这场比赛 我觉得一个特别的一个亮点 就是反方四变质询正方一变的一个环节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 甚至是中学生的变手问我们 第一轮的四变质询应该问什么 我觉得这个 今天的这个反方四变质询正方一变的 这一整个环节 我可以把录音录下来 就是不一定是说 他水平就多顶尖顶尖吧 但是真的是一个模板式的 就是一开始先打前提 对吧 就是我们听完正方的立论之后 很奇怪的是 你们只讨论中国吗 对吧 实际上也不是 只是说反方四变就问了 你不只讨论 确定了几个事情 不只讨论中国 期限可以因国家不同而不同 气候问题不能压倒其他问题 以及接下来的质询是 问了第一个论点 期限有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 期限有没有催生出 其他的制度和法规 第二个 从由川普退群来推开去 就是大国责任和担当的 声誉的影响问题 我特别提这个环节 是我觉得这个环节 做得非常的标准 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 以上就是我三点感受 谢谢 非常感谢于强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廖彦宁老师 好大家上午好 好那前面几位评委老师啊 都讲到了这场比赛的看法 那我也谈一下 就是我对这场比赛呢 我也是倾向于反方多一些 其实在待会数票的时候 待会这个主席读票的时候 也可以发现 就是其实我在比赛的大半部分 我都觉得这场比赛是较左的 直到最后我觉得 在竞技的表现上 可能反方的优势 才比较明显一些 那我对这场比赛整体来说 看法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呢 虽然我们这个题目啊 我们这个变题啊 讨论的是应该不应该啊 看上去啊 在字面上 它是一个应然的讨论 但事实上呢 这场比赛 在反方的整个设计 跟框架底下呢 非常成功的把这场比赛 变成了一个实然的讨论 就实际上 我们会面临哪些难处 而正方对此呢 我觉得没有一个敏感的发现 所以说在这场比赛的战场上 攻防上啊 就陷入到了一个劣势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今天你看反方啊 今天开出来的这个论点 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 现实的难处上 对不对 一个可能是 本身探中和这件事情 它在科技上的难处 反方指到了很多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需要科技长足的进步 才能够实现 而且对于全球那么多个 发展形态各异的国家来说 反方取到了一个案例 就是大部分的技术 还是掌握在发达国家那边 而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些技术 所以说在科技上 对于全球来说 它是一个困难 第二就是反方也提到 在政治上啊 它也是一个困难 比如说民主国家的不稳定 比如说这当中还涉及到一些不平等啊 这个发达国家承担更少的责任 可能却要发达中国家承担很庞大的责任 等等 所以它在科技上 以及在政治上那些难处存在呢 就使得反方认为啊 我们现在是不应该去设置一个这个难处 可是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应然上的讨论吗 其实反方没有讲吗 觉得只是现实上它很难啊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做 那这个基本上是是反方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啊 那今天正方的的的思路呢 呃在我看来是一个很符合我们常识的一个思路啊 正如正方所说 其实今天讨论的就是一个DDL的必要性的问题 我们需不需要去设置一个截止日期的问题 那正方提出两个论点也很符合一般的常识 对不对 第一个就说啊 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做计划啊 第二个就是有了这个东西呢 别人才好来监督我 那这都是一个呃就算我们不讨论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讨论我们制定一个学习目标啊 我们制定一个呃这个比如说健身的目标 要不要有一个DDL的问题 其实正方的逻辑都都完全行得通的嘛 对不对 你只是把你这样一个常识一个通识啊 移植到了在今天的这个碳中和这个议题上 那这个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也也挺好的利润思路 因为你的利润思路本身在道理上够简单啊 那你接下来呃其实你在说的时候 评委就会比较容易听得懂跟接受 你要做的呃就只是剩下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啊 在这样一个国际问题的讨论上 他同样是适用的 那呃在后面的一个交锋上呢呃我觉得呃最一开始啊 就是正方比较吃亏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反方提到的很多难处啊 比如说啊反方说你看科技大家不平等吧 对不对发达国家有很多技术 我们没有这个这个在历史上大家做出的破坏也是不一样的吧 你发达国家你都已经完成这个资本的原始积累了 你都已经排放完了对不对 你现在说你要转型 但我们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没有完成积累啊 我们还要生存啊 所以说这个责任怎么能够一样呢 对不对等等等等 就反方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是想打一个点啊 就是你很难去定一个时间因为大家情况不一样 那我觉得面对反方这个攻击啊 其实从正方的框架来说 有一个最容易的也是一个最万能的答复啊 这个万能的答复就是我们这一个呃 DDL他不是统一的啊 是各国有充分的自主性的 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在反方的框架而正方的框架里面 是一个非常万能的答复 但是很可惜就正方你没有用好也没有阐释好 你这个听上去很好用的一个口径 对不对 因为当当反方说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啊 举刚刚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反方提到说 你发达国家都已经排放完了 历史上都是你排放的 那那那怎么能够现在 我们说要去限制碳排放的时候 你把更多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 那对啊没错啊 所以说就就正方可能是准备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准备的问题 因为老实讲 我对环保议题不是很了解啊 就是门外汉就偶尔看看新闻的那种程度 但是即便是我这种程度 我也听说过一个就是真的是听到烂的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术语 就是经常都会说我们在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大家应该听说就是你正方应该至少听说过这个术语对不对 什么叫做就我们国家代表团在联合国经常讲这个术语啊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各个成员要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什么叫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就是这个事情当然是关我事的 我也有责任 但问题是这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那我觉得正方你要把这个把这个观念给讲透彻啊 你今天讲的太不透彻了 那你你这个观念讲透彻 我觉得应对反方很多现实难处的攻击 对不对 反方说历史上你排放的够多了 为什么现实中你要给办法中国要承担那么多 对啊 所以说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现那一块 我们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决定 对不对 我们国际社会在评判他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这点纳入考量啊 你不能够 拿印度跟美国他们的碳排放的标准来等量齐观呢 我们当然要区别对待啊 什么叫做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对不对 考虑到非洲国家或是东南亚国家 他们还需要发展生存 那我们当然对他们有更宽松的要求 他们可以制定更宽松的标准 所以没有问题嘛 就是反方讲的很多问题 我觉得正方都可以归结在 我们已经考虑在内了 你说的这个区别我们都考虑在内了 所以说每个国家可以有自主自定的权利 那这个时候反方有一个攻击 反方就说 那如果是你每个国家都那么弹性 那么自主的话 那500年怎么办 1000年怎么办 你500年跟1000年说了不是等于没说吗 你这有什么实际的约束力 我觉得对于反方的这个推极端 说这种500年跟1000年的情况 正方的回应在这里呢 是很不够的 就是正方你有说 我们总之还是会科学合理的制定 但是我觉得没有正面的去回应掉反方 反方的这个看上去一个推极的攻击 我觉得这是可惜的地方 我觉得正方你可以仔细的想一下 就是就反方提出的这个所谓500年的这种离谱的情况 你仔细想一想 它其实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而已 在国际社会的实际博弈当中不太可能出现的 比如说你可以你可以反问反方 你说请问一下就是反方 现在我们允许大家自主定期限的时候 哪个国家说我们500年才能做到 有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么说的 就不太可能你知道吗 虽然在逻辑上可能 但是一旦哪一个国家说 我觉得我们500年才能实现碳中和 它是会被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的 你知道吗 会被国际社会耻笑 所以说在逻辑上虽然可能 但事实上不可能 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个公开表态跟公开承诺 他虽然是自由的 没错 但是他说出来的话 他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就是你说出来的话 如果太离谱 你是过不了关的 就比如说 就今天正方举了很多生活上的例子 你用生活上的例子也讲得通 比如说现在今天老师问你说 我们觉得我们大学要多读点书 希望大家立下一个目标 什么时候才能够读完这一本书呢 那大家每个人说 什么时候我才能读完这本书 有的人说一个月 有的人说两个月 那虽然你是可以自己提出目标 但你说我觉得老师 我觉得读完这本书我要十年 你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 你知道吗 虽然你有这样的自由 但只要你是一个理智正常的人 有一点最起码责任性的人 你是不可能说出这种非常离谱的话 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 如果你公开的说我要500年 我要1000年才能够完成 那这跟你直接说我退出这个责任 我不跟你国际社会完了 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因为这就是表明你不合作的态度 就是你用一种严重摆烂的说法 来去实质的去不合作 对不对 所以说这虽然在逻辑上可能 但在国际的博弈当中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个国家他要考虑 如果说出这个话 国际社会会怎么看我 明天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这些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 会怎么报道 而今天中国说 我们完成碳排放要500年 这会成为明天所有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 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 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害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反方说的那个情况 但我觉得正方里面 有把这个不可能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就是好像真的 就成为一个实际的忧虑了 对呀 那有的国家就是说500年 那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蛮可惜的地方 就大家还是 实际上各国家还是会针对 自己的这个时间去认定 就好像你发达国家 你明明有更多的资源 明明有更多的科技 可以做得快一点 如果今天美国 或者是什么北欧发达国家 跟你说 我们完成碳排放要50年 要100年 那你发展中国家也会不干的 也会抱怨他说 凭什么你都那么发达了 你还要100年 你这个不就是 不就是在这个 故意的在在在在推卸责任吗 同样你发展中国家 我是可以允许你弹性一点 但如果你提出500年 发达国家也不干 那你这个说了 没说有什么区别 那大家都是在一个这个框架之内在做博弈 既然是有博弈互相会有监督 媒体也都在看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最后啊 只要你说约定我们要商讨出一个时间 那就会商讨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时间 而不会出现反方所说的那种很极端的情况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在准备上的不足 或者是也可能是大家对于一些国际社会交往的了解 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比较幼稚的一个情况 就是啊就逻辑上可能出现的情况 在在现实当中它不一定会出现 我觉得正方没有把这个讲清楚 所以就变成是你讲到说 我们可以自主决定时间的时候 反方通通就500年来打你嘛 你也很辛苦 反方就说500年怎么办 那正方正面逼得没办法了 说500年那比1000年要更好吧 这个就是实在是已经退到这个 已经挖到下水道了基本上 就是退无可退了 那这个500年比1000年更好的这个答复 听上去是一个一个蛮糟糕的一个答复 就是如果你的立场退到这里的话 那你真的是你承诺了跟没有承诺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 造成了今天正方主要的劣势 我觉得就是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劣势处理好的话 今天这样比赛的表现可能不仅仅是这样 那这个判决理由我说完了 就是为什么正方主要输在哪里 反方主要赢在哪里 那最后给正方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我刚刚提到的 这场比赛应该是一个应然的比赛 我觉得正方应该利用好这一点 那如果你从应然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呢 反方很多实然的攻击 你都可以做重新的诠释 对不对 比如说反方今天讲说 你看现在有很多国家 发达国家有技术 发展中国家没有技术 对不对 实在是很困难的 我们怎么办 那你从应然的角度 你就可以反过来解释 你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技术差距 这是给发展中国家寻求 向发达国家技术转让的一个最好的谈判机会 就是你想我加入你的碳中和嘛 对不对 你有这样的诉求可以啊 我的谈判筹码就是 那你给我的技术转让得以一个优惠的价格 不然的话那我那我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跟你去做碳中和 所以这其实是给了 就是反方举的那个那个专家这么言 说中国有个专家说什么 这个60多项专利 里面有40多项还在发达国家那里 中国的那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讲 他是讲给谁听 讲给发达国家听的呀 意思是怎么 意思就是你想我们加入到碳中和可以啊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困难 你得给我们转让技术 不然我们怎么配合呢 所以说这都是国际社会的博弈嘛 互相在叫价 互相在谈判 对不对 互相在要筹码 我可以配合你完成碳中和 那我要得到一些好处 你把一些技术给我 这是一个最好的跟发达国家谈判的机会 我有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 来去希望你用优惠的价格 把那个东西给我 不然我就不签 因为我说我实现不了 我没有技术 那你想让我签怎么办 你要把技术给我 所以说应该不应该 其实是指明了一种方向 你说应该要去设立碳中和的时候 其实有助于推动很多事情的解决 再比如反方说 他说国际社会 这个民主国家 整天都有很多的政治纠纷跟争议 怎么办呢 对啊 正方如果从应然的角度过来 一样 就是其实你自己也讲了嘛 就是定了DDL才有办法做计划 其实就是应然的思路 就是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更需要有一个承诺 来去约束那些民主国家 你要遵守承诺 而不是换了一个党派 上来执政之后 我就可以随意的撕毁 或者是随意的调整我的政策 如果说连这样一个基本的 实现的承诺都没有 那就更加不用遵守 这个所谓碳排放的协议了 对不对 连个时间的约束都没有 那我换了党派 我换了个政策 我有太多理由可以去讲 我的碳中和要怎么做 就你缺乏了一个 最基本的监督跟约束的 一个很明确的指标之后 那各个国家可能只会 就是可能只是名义上 在做碳中和 但实际上就有非常多的空间 所以说我觉得正方 要抓住这个应然的东西 你要把它说成是一个 很重要的监督机制 没有这个监督机制 其实很多事情都开展不了 但我觉得正方 你除了在一遍利润 以及最后面截变 讲到监督机制 其实你后面都没有讲 整场比赛 具体交锋也没有讲 就监督在哪里 没有监督 对本来就已经很难监督了 四个国家国情那么多 碳排放这个东西 可能也很难去界定 已经很难监督了 这个实现真的是一个 为数不多的 一个可以约束大家 去做事情的一个方式 对吧 你有了这个实现 各个国家才会有办法 去调整自己的东西 才去应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如果正如反方所说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确定的东西 来帮助我们管控这些不确定性 对不对 反方今天讲的是 你看不确定性很多 但正方你用应然的思路 你就是应该把它转换过来 对正是因为不确定性很多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来去帮助我们管理这些不确定性的风险 那不然的话你也不确定我也不确定 那大家什么东西都不用谈 那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不需要有任何的协议的签署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正方可惜的地方 就是第一 你没有抓住这个应然的优势 第二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对于可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像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就是国际社会那些实际的交往 我觉得准备可能还是有点不足 所以说基本上框架上 正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交锋上由于你的准备不足 内容上的准备不足 所以说这场比赛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吃亏 那以上是我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以及对大家的一些建议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廖彦林老师的精彩点评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为大家揭晓的是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根据评委的投票结果 他是反方的四辩 来自复旦大学的方振宇同学 恭喜 接下来将为大家公布 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复赛第一场的比赛结果 首先将公布初始说服票的比赛结果 于强老师初始说服票投向反方 陈灵岳老师初始说服票投出评票 张家鹏老师初始说服票投给反方 谢宇老师初始说服票投出评票 廖雁岳老师初始说服票投出评票 初始说服票投票结果为1.5比3.5 下面将公布环节分数票的比赛结果 余强老师初始说服票投出评票 中级说服票的比赛结果 余强老师中级说服票投给反方 陈灵岳老师中级说服票投给反方 张家鹏老师中级说服票投给反方 谢宇老师中级说服票投给反方 中级说服票投给反方 中级说服票投票结果为0比5 比赛三阶段的累计最终结果为正方3.5票 以反方11.5票 恭喜反方同学赢得本场比赛 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场上的8位辩论员 与5位评委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辩论比赛 请大家继续关注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 邀请赛的后续比赛 谢谢大家